胡锡乡公所二楼文化艺朗 昨天展出传艺艺传开幕 这次的展览是邀请许顺琪老师 及她的女儿许鹏威 许婷渝联合展出 这是一场妇女的创作连展 从事美术教育工作的许顺琪 长期投入美术教育 指导学生获奖无数 也是两个女儿的美术启蒙老师 她欢迎乡亲好朋友来访胡锡好乡 一同利临牙赏 展览期限到10月28日 这次会想要办这个展览 是因为从小他们两个就跟着我在旁边 因为我本身是在推美术教育的 那自己在推美术教育 总得先了解一下说 自己的小孩子是不是有兴趣 或者是有天赋可以走这一条路 那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之后 觉得说小孩子并不排斥 所以就这样子一路从幼稚园 国小国中到高中一路就这样子 带着他们在遗书者这一条路上面做探索 那累积了很多的作品 然后还有水墨作品 那包括有一些平常画的一些插画小品 那都是以澎湖的构想去出发 重点是在传达每一张作品都有一个传达的意念 那这个意念的话 可以让观察来看一下之后 产生一个不同的想法出来 那小朋友的作品 他们包括水墨、平面设计跟漫画 那每一张作品也都他有要诠释的部分 这个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主题诠释 那从幼稚园一直到高中 每一年就这样子做一些主题诠释的一些转换 那累积了这么多作品 那其中当然有很多还是跟澎湖的素材有关系 看目由湖西厢长吴正杰主持 他特别感谢许顺吉父女三人到本所展出作品 他们父女三人创作这一次的展出作品 许顺吉老师以血液水彩创作 水墨及澎湖意象插画小品 将澎湖在地情感与思维发想为创作主轴 呈现澎湖的特色与异趣 漫画、水墨及平面设计作品 大部分为许鹏威及许婷渝 历年来参加美术比赛的得奖作品 欢迎相亲到湖西公所参观 记者 陈荣誉报导